8月6日,新派农村喜剧电影乡村纪录部在京举行的开机发布会 导演张姆,携贺刚等一众主演情绪亮相 一直以来,贺刚在影品上为观众塑造的都是潮范十足的帅哥形象 但这次,贺刚扮演的却是大学生村官 不知道养起的他,延起村官来,能否让观众幸福 不瞒大家说,我的祖籍就在山西的县城的一个农村 对,有农村经历 而且我觉得今年特别巧 以前拍几年戏没有一个人找过演这种农村戏 演过古装的大侠,军女戏,包括反派 青春戏也演了 今年我特别奇怪 今年有两部戏 我这部戏之前刚拍了一个农村戏 跟这个名字很像,叫大村官 全名叫大学生村官 而且是和板山老师那边的那些演员合作的 相对爱情的很多演员,班底合作的 也是农村戏 完全我想不到 这不是又来个这样的一个戏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短短几年 赫刚由小刘德华成长为荧幕电影的男一号 这期中恩师赵宝刚可谓功不可没 虽然平日里忙得不可开交 但赫刚透露 赵道还是经常会为他接到的剧本把关 我每接一部戏如果对角色或拿不准的时候 我会主动给他打电话 他那么忙,我觉得 但他是特别有心的一个人 我记得我第一年在公司的时候 刚拍的第一部戏叫中国远征军 就是讲国民党那个康的时候 就很多老演员在里面 我那个戏是演一个日本归来的一个留学生 一科外科医生 我觉得完全没有这样的经历 而且没有日本留学的经历 我就不知道怎么演 我打给他 结果他说他忙 忙就挂电话了 结果我说我后天要出发 他可能记得这事了 结果后天晚上 刚要出发的时候 他来一个电话 就说他记得我这个事呢 一连串的帮我这个角色的 那个感觉给我说了一遍 我以为他已经忘了 他其实他心里我也记得这个事 顾虑娱乐北京报道